歡迎回到吳董談大學 各位觀眾歡迎來到吳董活力門 吳董在你門的第三部分 好我們馬上進行第一題 這個也是跟台北市政比較關係的 不過這個是很多科粉的心聲 來問一下董事長 他說董事長這個做一個科粉幫他辯護 最為難的不是兩岸是大巨蛋 他說當一個市長把寸土寸金的台北市 弄了一個台北大廢墟 那當總統還得了這個要怎麼反擊 對那他的意思是說 大巨蛋這件事情會不會變成 柯文哲選總統的一個障礙 還有他的科粉要怎麼樣幫他說明 大巨蛋不用說明嘛 大巨蛋就是柯文哲當時 幹台北市長犯下的第一個錯誤嘛 因為他的一個副市長叫林什麼 林什麼副市長 林清榮 林清榮幹了一個爛事情 那柯P就是他會用人不當嘛 柯P的個性上 因為他亞斯佛格 所以他其實他的圈圈很小 用的人也很少 他是很容易犯錯的 我同意 但是柯P有幾個重要的事情 他有重要的特質你要注意 第一個 柯P支持的都是年輕人 所以柯P不管怎麼樣 他是比較會幫年輕人考慮問題 第二個還是我講的 柯P的特質就是不貪污能 不貪污認真嘛 就這麼簡單啊 那你幹總統 平常一下子比人格特質 那柯P有另外一個特質 跟另外兩個人不一樣 蔡英文是這樣子的 蔡英文叫做抽刀斷水 水更流 對 不像菜瓜大志啦 菜瓜想有夠壞的啦 對 那就是梁廣總督葉民稱 不正不正不正 他沒有辦法做任何決定 蔡英文通過事情 要做重大決定的時候 不敢做主 所以國家會搞今天那麼爛 經濟各方面都失敗 兩岸政策到南向政策 他今天都不談南向政策 一句話不談了 你看到沒有 搞砸了就不談了 今天有個新的消息 東協現在開始宣布 新的東協叫做10加6 10加6增加誰 我跟各位報告 增加了中國 增加了日本 增加了印度 還有三個國家 我忘了 我記不住那麼多 但是10加6 我告訴你好像韓國通通 日本通通進去了 就是台灣沒有 這麼簡單 你南向政策搞半天 你跟東協搞半天 蔡英文的南向政策 他上台第一天講南向政策 要平衡兩岸政策 對不對 到今天東協宣布10加6 沒有台灣 掛掉 一個字不談 蔡英文就是這種政權 他就把你國家搞爛掉 他會當選一年 民調就開始下滑到剩4成 兩年剩3成 大概20幾趴 然後就開始 另外一個垃圾時間 就開始脫命執政 另外一個恐怖主義 恐怖分子不用談了 那韓國瑜太恐怖 他會爬梳啊 他會爬到手上 你要嚇就嚇死了 對不對 所以我想柯P 這個是這樣子啦 三個蘋果來比比看啦 柯P只搞一個大巨蛋 還好咧 那另外兩個太恐怖啦 我要跟你講 不要去想 不要拿 因為當了總統以後是想大事情啦 那當總統也不是柯P說想要派這個蔡碧如當行政院長 就當行政院長了嘛 對 也沒那麼簡單嘛 但是他起碼是代表了台灣人 他是台灣派的台灣人裡面當總統 主張兩岸和解嘛 柯P當總統唯一的好處 就是習近平要打台灣時間可能會稍微慢一點嘛 還是會打 可是蔡英文當總統 打台灣時間快一點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要哪一種嘛 你要把這個 台灣跟大陸打仗的時間延後 這個事情的規模 拿來跟台北大巨蛋來比 跟打房的比 那哪一個比較重要 這個叉叉比雞腿好不好 是 好來我們看下一題 那下一題呢他是說 請教董事長 柯P想要往前走 他一定要表態 而不是模糊打太極啦 民進黨選舉用護台灣抗中當作籌碼 國民黨用拚經濟兩岸和平做訴求 民眾黨呢 實事求是認真上半部說謊 能被台灣選民接受嗎 難道不能互主權又拚經濟 又實事求是認真上半部說謊 他的意思是說為什麼 柯P要往前走 他還是用一個模糊的兩岸政策 柯P選總統兩岸政策不可能模糊了 就是兩岸一家親就夠用了 兩岸一家親就是柯P的底線 他也不會多 也不能少 這樣就夠了嘛 那兩岸一家親 柯P如果當選的話 阿共就會暫時隔緩一點嘛 暫時就不會惡搞你嘛 就稍微慢一點搞 就搞的速度會放慢嘛 你不要挑釁他嘛 現在蔡英文每天要操面要人家工啊 他每天挑釁他啊 他每天主動去搞他啊 搞他非幹你不可就這樣子 差別在這裡嘛 為什麼要表態幹什麼呢 表態太清楚 你台灣那麼小一個國家 你表態幹什麼啊 你表態我也要獨立啊 但一天到晚嘴巴講個屁用 打嘴炮 嘴炮打的結果 他就兩個外交跟你斷交 三個斷交 五個斷交 然後你開始 台中 逢現在一堆的飯店 酒店 Hotel要賣掉 我今天看了報紙寫的 有五家在逢甲商圈喔 逢甲商圈要五斤飯店要賣掉啦 這好啊不要啦 蔡英文林家榮幹的市長啦 結果現在什麼 陸克現在來多少人啊 現在自由行一天多少人啊 各位數還是幾 對對對 這就是很簡單一個事情 要活下去嘛 不要說理論啦 大家說到政見 我可以寫一本車給你看啦 不要談理論啦 我跟你講這些人在騙子 民進黨在騙你 然後韓國瑜這個根本不用談了 根本入流的 談都不能談了 那柯P喔 起碼比這兩咖好一點啦 那我們還是要常常鞭策他一下嘛 該罵也要罵他嘛 該交要交他嘛 這另外一回事嘛 我今天沒有講好話啊 我就反對他去講陳菊這個話啊 對 你說陳菊這什麼事 我講我不對啊 我公開認為柯P不應該講這個話啊 所以我說喔 副主權的定義怎麼副 抽象的名詞來形容具體的事物 這個非常危險你知道嗎 民進黨都是講抽象的 對 他然後解釋權在他 對 台灣價值喔 台灣價值 台灣價值好 對 台灣價值是什麼 他沒跟你講 對 我來解釋 對 台灣價值他解釋嘛 那你就賣台 不符合台灣價值 你就賣台 你就賣台 就跟你搞這一套嘛 對 扣帽子嘛 對 然後用抽象的標準 來衡量他的敵人嘛 對 他就搞這一套 不負責任 到要負責任 到要扛責任的時候 他不敢扛責任 對 落跑 然後不負責任 把事情搞爛掉 對 然後搞這事情呢 國勢一天天下滑嘛 是 然後我們下一代 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嘛 沒有前途啊 兩眼一片漆黑 台灣沒有未來耶 他現在就故意給你擺爛 會當選不談政見啦 爛咖嘛 對不對 這種爛咖還能給他幹嘛 對不對 這是民進黨的爛咖 剛剛還有一個人懷疑我是什麼 懷疑我會不敢罵民進黨 我罵全台灣我告訴你 罵民進黨 我是第一名最會罵民進黨的人 沒有人超過我 我告訴你 民進黨是個 就是用欺騙的方式 在騙台灣的下一代 誤了我們的下一代 就那麼簡單 好 下一題 總長 柯P說他開始做市長的時候 都在亂做 有一兩年啦 那如果當總統的話 你看前幾年他也會亂做嗎 那台灣怎麼辦 柯P要不要亂做 我不知道 也可能會亂做 我不曉得 但他不會去拿他的專機 去走私香菸 這個我確定 柯P不會貪污嘛 對 那要怎麼亂 他最大的亂就給蔡庇如 當行政院長好不好 對 不然怎麼啊 比蘇貞昌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我如果蔡庇如幹 比蘇貞昌好 蘇貞昌屁事不會告 每天都搞到自己的派系嘛 對不對 民進黨會貪污嘛 柯P不會貪污嘛 對 就這麼一件事就講完了嘛 才那些都是廢話啦 台灣只要選出來的人當官的不要做壞事 我們這個老百姓就有福氣啦 現在算出來都壞小你知道嗎 選出來的人都在坑老百姓的 他還能怎麼選 這很difficult 那很簡單 那就是兩張入場券啊 一張親民黨 一張時代力量啊 他就跟人家談啊 柯P這個人是因為這談判 他談判是他自己認為他談判專家啦 柯P認為他本身談判專家 但是據我了解他談判沒有一次成功了 特別都被人家賣掉嘛對不對 他跟趙晨熊搞也是被人家賣掉了嘛 他最近最大的協作就是跟我們郭董搞 郭台銘把他賣了嘛對不對 然後再跟宋楚瑜搞 我看啦 我的建議啦 是不要搞民進民眾黨了 乾脆柯P為了選總統去參加親民黨比較簡單一點 沒有要怎麼辦 好 我現在告訴你怎麼選 這美格在哪裡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要跟宋楚瑜談判嘛 對 宋楚瑜上次的副總統是誰 徐欣穎 徐欣穎嘛 對 結果上次廟天拿多少錢出來選你知道嗎 不知道 副總統很多資金啊 是要拿資金的 要帶資金的 對 要跟宋楚瑜借牌要拿錢來的 對 他立委要選舉要資金的 宋楚瑜到10月份到現在 10月份才提名立法委員 對 他就是在代價而估嘛 那你柯P就要拿的錢給宋楚瑜 拿了這個你的票給宋楚瑜 柯P就跟你合作嘛 對 就那麼簡單 那現在問題是 我告訴你一個時間壓迫感 非常嚴重 在9月底10月初 一定要成立政黨聯盟 就是大家把不分區的票通通擺在一起 放在一個pool裡面 對 就是公共 就是什麼 政黨聯盟 就是親民黨跟民眾黨成立政黨聯盟 這個事情在10月初一定要完成 要報 報內政部 這個行政程序一個月審查期間 這個事情如果9月底沒有完成的話 那我告訴你 到了11月22號 選舉的時候變成兩個政黨 兩個政黨 兩個政黨彼此競爭 然後要搶不分區 那怎麼搞啊 都搞不下去了嘛 對 所以他一定要在9月底的時候 快點把政黨聯盟跟親民黨成立起來 然後 兩邊的不分區放在一起 大家再來談怎麼分嘛 這第一件事情嘛 然後還第二個事情就是 很簡單嘛 這政黨補助金怎麼分嘛 政黨補助金有3%嘛 對 過3%以上的政黨 一票不分區得票50塊嘛 對 我現在算給你聽嘛 科幣如果拿200萬票的話 50塊的話 一年拿1億嘛 那1億要民眾黨分多少 這個親民黨分多少 這個政黨補助金要分嘛 對不對 不然他為什麼要跟你搞 他 我們估計親民黨今年 不會過5%嘛 嗯 那是你想的嘛 他想他跟王建民合作可能10%耶 對 對不對 永遠不會有結果 所以必須大家很誠懇說 好 兩個政黨一起成立聯盟 對 然後再怎麼分 對 這個如果我們夠20% 我們拿200萬票 我們分1億怎麼分 一年怎麼分多少錢 寫成合約 找律師見證 對不對 政黨聯盟先搞定 然後不分區 怎麼分 你幾席我幾席 講好嘛 然後這個時候 兩個政黨共同推薦 這個 柯P 來當總統候選人 對 要講清楚 如果我當選的話 我當選的話 我是不是要給你宋楚瑜當 什麼院長 行政院長 我看行政院長 宋楚瑜可能太老了一點 對 監察院長好 監察院長好 對對對 這時候我就要想到一個另外一個人不錯 就是郭台銘當行政院長 是 那平常講 郭台銘當行政院長的話 剛剛那個大巨蛋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是 郭台銘能幹的不得了 平常心講 郭台銘雖然沒有政治信用 但是他的人力 在檯面上 做領導人第一名 然後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郭台銘負責什麼 所有親民黨經費 他一個人出 那錢也有了嘛 因為上一次是廟天嘛 廟天老師 廟天師父是我的師父嘛 是我們好朋友嘛 他承擔了好多億的錢嘛 我不知道多少錢啊 反正上億 這個宋主瑜很會搞啊 宋主瑜以前是一個 不得了的人物啊 現在是開始 揹著計算機在做政治 非常厲害 所以這就是大家要來談了嘛 要有一個人出政治 要有人來提供 因為 親民黨的人要選立法委員 親民黨不是只有選部分區耶 他有區域耶 對 你現在 李柯斌那些區域八個人啊 對 沒有一個會當選 有算好像不算耶 沒有人要 那個不要 不用開 你知道嗎 柯P也說不要花錢了嘛 所以民眾黨人不會當選嘛 親民黨會當選 不要開玩笑啊 親民黨 黃三三搞人家出來選立委啊 那個經費誰出啊 宋主要給錢啊 你給一給三百五百怎麼辦啊 選 那十個人出來選耶 對 區域要找十個啊 對 找十個一個人三百萬 那三千萬耶 那個錢誰出啊 柯P要出的啊 搞清楚啊 隔壁沒錢怎麼辦 欸 郭台銘當行政院長 這個時候就把 就變成 清水變雞湯 或是再講難聽一點 叫廢水變雞湯 對不對 就把這個爛的親民黨的牌 變成一個精緻招牌了嘛 廢物利用 回收 然後選上總統 對不對 這個皆大歡喜 我剛剛聽了稱呼結實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 聽傻了 對 有沒有跟我一樣喔 聽了嘴巴啊啊的 然後沒有辦法反應 好 以上是今天的武董談大選 謝謝大家的參與 明天晚上九點鐘 歡迎大家在同一個時間 回到我們武董談大選節目 還有 九月二十八號的見面會 那還可以報名喔 雖然現在我們的報名人數 已經接近一千了 但是還是可以報名 我還是需要大家來把這個 一千多人的場地喔 塞爆塞滿喔 給柯P 最大的溫暖 所以請大家踴躍的報名 同時我們也在這邊也呼籲喔 大家踴躍的斗內給台灣民眾黨 踴躍的斗內給 武董談大選 好 明天晚上九點鐘 請繼續收看 武董談大選 謝謝